以足法定人數,我們現在開會,請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主席科委員之恩,報告事項 主席科委員,提出訴訟事項未必受理含附請願人 三、依直全行使法,65條第二項規定者16案,含轉全責機關處理盡付並覆制請願人 宣讀完畢 請問有無依會議紀錄確定,請宣讀議程草案報告事項 立法院第九屆第七會期第一次臨時會、第一次會議,一致日程草案 时间中华民国108年6月17日星期一 下午23分之60 18日星期二 19日星期三 上午90至下午60 地点本院议场 报告事项一 民进党党团凝据著作权法 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宣读完毕 好 报告事项没有委员发言登记 那我们决定报告事项通过 请宣读议程早安讨论事项 讨论事项一 司法院大法官资请同意案制复议案 二 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三 国家安全法条文修正案等案 四 产业创新条例增订条文案等案 五 产业创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 六 农产品市场交易法条文修正案等案 七 粮食管理法增订条文案等案 八 工厂管理辅导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 九 法官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等案 十 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组织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十一 平均逆选条例条文修正案 十二 所得税法条文修正案 十三 所得税法条文修正案 十四 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十五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条文修正案等案 十六 境外资金汇回管理运用及科税条例草案等案 十七 海关进口税则部分税则修正案 十八 政治档案条例草案等案 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李立芬委员发言 好 请戴维宣读 谢谢 好 请戴维宣读 本院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 针对第九届第七会集 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 讨论是让您请立案顺序如下 一 司法院大法官资请同意案支付一案 二 公民投票法修正案 三 国家安全法修正案等案 四 产案创新条例修正案等案 五 农产品市场交易法修正案等案 六 粮食管理法增订条文案等案 宣读完毕 好 请登记第二位的吴志阳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 本席针对这一次 这个刚刚民进党提案的 这个第一次会议 讨论事项 第二案 本席表示有意义 这公投法是 大家很重要的一个权利 这个案子 上次是以偷袭的方式 硬排进去抽出禁腹二毒 连一次公听会都没有 连一次公听会都没有 这样子 匆匆忙忙就要在第一次会议里面 就要把它解决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耻的一个行动 我们现在在支援香港的反送中 大家想到 人民有疑虑 的状况下 香港的特首 做出 暂缓审议法案 这样子的决定 这一次这个公投 我们已经讲过非常多次 把这个 公投这个权力 又想收回去 又想关回鸟龙 甚至是铁龙 为什么要这样子去限制人民的权利呢 大家在生气 在支援 香港反送中的时候 有没有关心到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们台湾自己的民主 现在 碰到更大的困境 这个困境是我们这个政府 一直要把民众的基本的权益 一直要收回去 他们是反送中 怕逃犯 莫名其妙被送回去 中国大陆审判 我们这个更严重啊 各位 我们的公投的权利 会被送中啊 终结的中 我们也要反送中 我们台湾 我也拜托 我们支持 香港民众 为自己权益的捍卫 是不是大家 也应该关心 我们自己国人也应该关心 我们也希望香港人 我们大家一起 保护民主 我们的公投 要这样子被阉割 这样子被没收 这样子被限制 大家不生气吗 大家互相加油吧 所以我坚决反对 这个公民投票法 这么仓促 这是临时会 你要大家好好的讨论 公民投票法 也可以啊 干嘛摆在第一次 而且摆在那么前面 一副就想快速通关 这是阉割台湾民主的权利 怎么对得起 过去为民主 为公投 拼死拼活 现在还有很多人 为了公投 在绝食 大家关心一下 我们关心香港的人权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民权 关心一下吧 谢谢 那五位委员你有书面提案吗 好了好了你表达你的意见 那我们就讨论事项已发言完毕 我们就进行处理 那请问对李立芬委员提议有意 好 那有意义就进行表决啊 我们清躺在场的人数啊 请点 好 在场的人数十二人 赞成的请举手 赞成的九人 十位 哇 OK 那出席 出席十三位 赞成的十位 那反对者请举手 反对者三人啊 那我们决议 赞成者多数通过 那讨论事项修正通过啊 那我们报告委员会啊 明天十八日 星期二中午十二点 举行第二次程序委员会的审定 第二次会议议程啊 那请各位委员准时出席啊 明天是针对第二次会的部分啊 今天是第一次会啊 那 好 那 有没有临时动议 好 没有临时动议的话 感谢大家上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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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